爱丽丝老师呢 要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样星座的人 特别会前滚前 好 来 我们现在从太阳金星跟上升 来看看你的星盘 那落在这三组的朋友呢 除了说财运不错以外呢 也特别的会前滚前 赶快来公布一下 我们上榜第三名的呢 就是我们牡羊座的朋友 好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 它是属于呢 抢钱一族的创造财富 我们很多这种牡羊 特质的都是Top Sales 那种超级业务高手 职场黑马性 对他们来说 他们都是先抢的再说 先赚的再说 所以他们这种说冲就冲的 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 这种勇士战士的性格 在赚钱也是 他们是钱是用抢的 它就是属于这一种的 譬如说 假设他135在A单位服务 246是瀑布B公司 赚两家公司的钱 晚上又网拍 赚网拍的这个收入 那礼拜六日可能又接新密 就是说他觉得呢 我既然要赚 那我就赚到底 要冲就冲刺冲到底 所以他是属于呢 非常努力的用实力 用金钱 用他的时间去钱滚钱 是这种特质啦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上榜第二名的呢 是我们 太阳金星上升 落在我们天蝎座 我们我们耶 小薇姐姐 我们刚刚讲女巫特质的 这种算关公特质 说冲的勇猛战士 这是属于女巫特质的 好 那我们天蝎座的朋友呢 钱滚钱的特质是呢 智慧取财跟滚钱胜利 真的 那我们可以说 其实天蝎座的朋友 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他的心思缜密 观察力强 所以真的真的很容易呢 透过他的智慧呢 就嫁到台南 变成有钱太太 因为我们心盘中 如果有其他的要素 来支持这个相位的话 其实天蝎座的朋友啊 真的很容易 透过财产 遗产 保险理财 像刚刚秀卫姐有分享 然后共同财产 来获得这个金钱财富 天蝎是只有这样的特质 再来像我们 我们演艺圈有一个例子 像我们那个力金姐 她也是天蝎 那她也有分享说 她在美国有投资房地产 所以其实天蝎在投资啊 在分析这个能力 是非常劳力 才高手中的高高手 只是因为他们平时很低调 你不知道她在逼什么忙 但是他一发挥起来的时候呢 这是非常的厉害 他们很会赚钱 也很享受花钱 但是呢 当天蝎座的朋友 有了家庭的责任跟压力以后 反而会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呢 你们会强迫自己去学习 比如说我本来不懂 也没有这个概念 但我为了 要获取这个财富跟投资 我就去研究 潜心的去研究 然后强迫学习 就看懂了这个图表 看懂了这个财务分析的报表 就会了 所以你就会掌握 所有这种蛛丝马迹 掌握所有这个股市啊 或者市场的这个数据 以及走势 所以呢 这个很容易钱滚钱 这很厉害的 像刚才的1478 这是疫情挂项 它就是有这个生气 生气挂项跟五鬼运材 那个81就是五鬼运材 对 所以说这一组号码的 对天蝎座来说 它就是很容易 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在街上 也有一个老阿伯来告诉你 怎么样的对你身材 就是会贡献给你一些灵感 或者是有一些佩服 很多天蝎特使墙的人 就是有这个缘分 或者是神佛的这个渊源 OK 来 那我们来看看 恭喜第一名 特别会钱滚钱的 就是我们 游夫老师 金牛座 金牛座 因为金牛座安全守财 这个多方开源 因为金牛座在第二宫 就是在掌管我们这个财博宫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金牛是守财奴 那毕竟说这种物质啊 财富对金牛来讲 就是一种很强 会有没有 如果匮乏的话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必须非常努力的 一步一脚硬的去赚取 这个钱财财富 让他能够满足他的这种安全感 然后再来说我们呢 刚刚有讲说 钱就是爱啊 爱就是钱啊 所以赚钱跟花钱 就是爱的能量在流动 所以这种金牛座 真的爱钱 就把它当作伴侣一样 在谈恋爱 我们之前节目上讲过说 抢女朋友可能会抢输人 可是赚钱 钱不会背叛我 因为我努力赚几分 我就赚几分的钱 回馈到我的身上 所以金牛座对理财 是非常的有天分 人家会少一条金 他天生的就给一条 叫一条叫做理财的金 对 所以他非常的有天分 他可能不操股 不去玩股票 可是他懂股票 或许说我没有进场投资 可是我一定懂得理财之道 要花什么钱 什么钱该省 对金牛座来说 自有一条清清楚楚的命路 所以自然而然 他就是呢 特别会钱滚钱 而且他的财富 他之所以会 隆登第一名的宝座 就是因为 他比较不会去投资这种 比较去高风险性的 投资的方式 所以他的财富都是安全 又有保障 所以是第一名 那以上呢 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的参考